可以很完整的表演 不過今天到底 我讓大家這個多麼的耳目一新 在這邊不管怎麼樣 我們要先掌聲謝謝我們Roger老師 謝謝大家 今天一開始 我們要給這個參賽者 一個很好的觀摩賽 我們請到的這一對男女對唱呢 朋友啊 一位是曾經參加過比賽 九度十關的天后 另外一位呢 只來我們這個節目三次 今天是第四次 但是已經是全亞洲家喻戶曉 想不想聽他們的歌聲 歡迎蕭敬騰 張惠美 在星光大道的舞台 我們創造了許多明星 原本默默無名的他們 因為踏上了這個舞台 才能發光發亮 就像他 只來星光大道三次 因為特殊的音色及演唱技巧 一瞬間成為家喻戶曉的歌壇新秀 正因如此 今天他也才獲得與天后張惠妹合唱的機會 接下來我們馬上來欣賞 阿妹與蕭敬騰一幕首度合唱 與蕭敬騰一幕首音樂 馬上來欣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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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阿妹你好 今天呢 先谢谢你哦 这个在开场给我们所有参赛者做这么好示范 待会儿要担任我们的评审 对 我今天是评审 对 很紧张 很紧张 但是你要先教导大家一下 这个男女对唱必须要注意什么事 尤其如果旁边那个人又比较木认的时候 如果跟木头唱跟人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没有 我想合唱就一定会有一定的默契 然后 怎么跟他培养默契啊 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安静 就培养默契 对 或者是我也跟他一样啊 就是他说什么我都会 也是 哦 好 就跟他一样话很少就对了 用眼神啊 跟天后合作的感觉是 很好 那其实他那时候 我们大概知道说 他说他可以见到 都还不知道可以合唱 可以见到 你知道他在我面前是怎样吗 他就坐在那个咖啡厅 然后讲 阿妹耶 就 开心得不得了 然后现在在那边装 对不对 其实跟他合作其实会不会兴奋到 其实有哪里在抖 还是心跳有加快